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 而且听过以下三个独鸡堂 你千万不要信 如果信了 我保证你未来的三到五年 也未必能走出你现在的低谷 独鸡堂一 你本来就一无所有 怕什么 越穷越要创业 难道你想一辈子给别人打工吗 这个独鸡堂害了多少 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创业的人 而投身创业 创业一定能成功吗 打工一定赚不到钱吗 一无所有和负债累累 那还是有区别的吧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是负资产 一个九龙和平均负债12W 我用我的创业经验告诉你 利用主业去积攒经验 积攒人脉 盘活资源 这才是最有把握的创业方式 而不是头脑一热 只身创业 到最后雪上加霜 独鸡堂二 越穷越要创业 越穷越要投资 一小伯大 不伯一伯 我们这一辈子都这样了 现在都是称死胆大的 二死胆小的 所有成功人 都是伯出来的机会 但凡你听这话 你跟着他去创业 几乎都是稳赔不赚的 没有几个成功的 没钱的时候 应该做的是理财 有钱之后 我们再次去投资 这个顺序是很关键的 搞反后果很严重 因为这个阶段 你能基础到的 所谓的投资项目 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等你入局 人家手起刀落 韭菜项目嘛 独鸡堂三 你上班不如上网 做个网红多好 天天在家对着手机 就能赚钱 不比上班强多了 辞职 全身心投入去干 一定能赚到盆满钵满满 其实你现在刷到的博主 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副业在做 所以别认准一件事 动不动就辞职了 年轻还好说 等你换来换去 换到三十岁了 你会发现 打开招聘网站 你都不知道 该搜什么 我们经济下誓热情要保持 但有毒的鸡汤 一定要学会分辨的 我是唐主 负责创业 观众 观众